狠狠被震惊到了 朋友们 小战工作室发布小战九宫格图片到早安 然后小战超话直接爆了 巨量粉丝涌入超话与其互动 沐阳光他朝霞 每一天都要元气满满 火力无限 在小战之前没有超话爆的记录 第一次爆的记录是小战超话 并且随着小战名气越来越大 从顶流到国际巨星之后 小战超话从第一次爆到后面 爆成为了常态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堪称奇迹 为什么会超话爆了 就是有太多太多的活人访问超话 其数量达到预值 热度超高 全是没有水分的热度与流量 这样的盛况堪比线下人山人海 拥挤不通的热闹场面 而不管到哪 肯定都是活人最贵 活人等于什么 等于关注度 等于流量 等于影响力 等于真金白银 谁不想要 小战如今的名气有多大 影响力有多强 有目共睹 只要是与小战相关的事物 会很快出圈 被大家所熟知 小战与TODS合作三周年纪念日 也是他们合作的第四个年头 所以小战工作室发布的 九宫格图片中有TODS 小战是奢牌们追逐的对象 是奢牌们最喜爱的合作对象吧 因为小战代言品牌的许约率很高 很多都是长久合作的品牌 而且奢牌给肖战的待遇也是最好的 各种全球广告大片 全球地广 全球代言和全球官宣奉上 并且还有品牌涂鸦墙的手绘巨服 代言人肖像海报的惊喜 这也是品牌对代言人肖战 独一无二的宠爱 请了一个财神爷回来给自家品牌代言 名利双收 盘满钵满 肯定要对财神爷好呀 多多益善 合作了多年 品牌懂肖战的分量和实力 应该说业界早已传开 想要行业第一 请肖战代言 想要保住自己第一的位置 请肖战代言 企业陷入绝境 请肖战代言 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肖战经济 上位战 下位战等 也由此产生 因为肖战代言了众多奢牌 两次被双品牌邀请 参加米兰时装周 在海外大放一彩 被众多海外媒体报道 被无数外国人关注 也因为肖战的巨大海外影响力 甚至是全球影响力 让肖战不仅带着品牌全球刷脸 也提升了内娱 在国际时尚界的分量 一个来自东方的巨星 被万众瞩目 神秘而强大 他就是演员 歌手肖战 肖战粉丝都是活人 不是网络机器人 并且数量极为庞大 活跃粉丝众多 这些活人的热度 就可以轻松让自家超话报了 数据登顶 这股力量有多强大 不言而喻 如何吸引这么多活人过来 是其他人花钱 也不一定能够达到的效果 也说明肖战是真货 没有任何营销水分的真货 从大数据中走出来的巨星 民选一人 肖战有着支顶的人气 拥有着支顶的资源 然而过于出色的外在 和顶飞的人气热度带来的 也不全是好处 还有挥之不去的偏见与诋毁 挫磨与打压 让他付出了远朝常人的努力与代价 他的作品虽然都取得了佳绩 却难免被低估 被否定 这世上 有些事情无法轻易撼动 只有先适应 让自己编大变强 才有选择权话语权 肖战之所以在巅峰时去演话剧 因为他明白 作为演员想常青 必然要走入主流市场 青春断暂 不可能总在古装剧 偶像剧里打转 而要走入主流市场 实力才是敲门砖 三年七十二场话剧下来 主流大门轰然而开 首部年代剧梦中的那片海 就调良担当大男主 这是导演与片方 对肖战演技的莫大认可与信赖 梦中的那片海的成绩 可以说金光闪闪 北洋市认定为现象级暴剧 是上了新闻联播 是首个北洋市发战报的剧作 肖战也凭着这部剧响当当的成绩 踏入终生榜单 以青年之资 极深实力演员行列 可谓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和骄傲 话说梦中的那片海 据统计已重播三十一轮了 如今又在洋市一套重播 收视还是一贯的好 最新数据显示 市占率13% 超过刚刚开播正火报的 某剧王两个点 虽然不同类型不比较 但重播三十一轮的 GBS新开剧王 此结果让人叹为观止 不得不说 观众们实在太爱梦海了 而这数据逆天了 不仅如此 有网友还拉出了大暴剧狂飙 其重播率 只有梦中的那片海的五分之一 虽然还是那句话 不同类型不比较 都是优秀的剧作 但是依然从另一层面上体现了 观众对该剧长久而恒定的喜爱 不得不说 小战真是赢得了多个年龄层观众的认可 无论男女老少都狠狠地与这部剧共情了 不得不佩服 看着这些数据 不由让人产生被低估之感 就像玉古瑶 明明吸粉无数 却被防暴打压 让人生恨 梦中的那片海还算幸运的 有洋式的背书与支持 有广大观众的喜爱 成绩着实亮眼 虽然受限于年代剧题材 与史下流行的暴剧有弊 也难改人们对帅气男演员的思维定势 却也正因此 梦中的那片海取得如此成绩 耿显殊为难得 讲真 年代剧的受众相对固定 有自己的收视群体 而小战的加入 无疑开源引流 吸引来了跨圈跨年龄层的众多观众 给了年代剧一个拓圈的契机 一个热度肥声的契机 小战也不负众望做到了 做得还非常好 不得不说 一个年轻演员首演年代剧 就做到如此程度 天赋与努力 实力与才华都让人为之动容 近日 小战故吃全球广大大片花絮 即正片在TikTok的播放量 竟然突破了6520万大关了 就问你服不服 一个基本不在国外做宣传的艺人 却实实在在 总有着定级的国际知名度 有人普及说 用国内的电话卡 无法登录TikTok 这可是蠢蠢的海外影响力 不打折扣啊 小战真的是太牛了 还有的人说 这很难解释 为什么一个国外没有发展过的艺人 广告无聊在外网 能有有超6520万次的播放量 很多艺人超百万播放量 就赶紧回那鱼敲锣打鼓的吹 小战的6520万 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该网友说 要问为什么 那可能就是在全球明星 胭脂都降级的今天 不管哪个国家和地区都爱看真帅哥 尤其是纯正的中式帅哥 目前 不知肖战的该支广告 已经突到了日本 澳大利亚 印尼 法国 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 说全球就是全球不打折扣 肖战代言 舒克这个品牌 官宣肖战为全球代言人的时候 肖战当天就登上了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厅 如今又震撼宣布 将进军全国200成应院 高舌瓷器品牌威旧德 也已往年一年一换代言人 德花新 不仅许约了肖战 还升级了他的头衔 肖战也成为该品牌成立 265年以来 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 品牌还在总部旁 为肖战绘制了16米高的手绘墙 该事件还是大获出圈 被称为世界名画3.0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抖音话题播放量 也破了1800亿了 没错的 你没有听错 就是1800亿 在这个日火量最大的平台 肖战已断层的超高 国民度度和人气 备受大家瞩目 从2024年开年至今 肖战微博超话 已经爆了20次了 你敢想吗 什么是真正的巨星 就是走出区域特供 全平台全方位无短板的爆 国内爆完国外爆 国外爆完国内接着爆 肖战就是一爆再爆 不要忘了肖战的射雕英雄传 很快就要来了 肖战的爆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大爆特爆的日子还在以后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有道是 鲁虽远行则将至 是虽难作则可成 虽然肖战走的难 背负的也多 但只要他坚持走下去 就是更广阔的世界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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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